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控制误差 我们要知道说 在假设检定的范围之内来说 误差有两种 一种叫做形一误差 一种叫做形二误差 形一误差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对的 但是我们却不小心否定了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那各位同学要仔细的看一下 这里面的内容 等一下我们看第二个例题 我们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假如我们委托工厂 替我们的话就剪布 利用机器来剪 那么我们的要求是说 希望能够平均数多少 一千 宽度就是为一千的一个 一块一块的布 那么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机器来剪的话来说 不是每一块都一模一样 它中间有可能是拉得很紧 或者是机器上面有卡上了灰尘 或卡到什么东西 都有可能会不是一模一样的 但我们也只是要求说 μ就是要一千就好了 剪完了以后要进行验收 那么我们要用抽样的方式 样本数我们用的是36 好 那现在我们定一个标准 因为我们36块布 我们把它抽过来以后 仔仔细细的去精密的去测量 然后我们算出它的x bar x bar 如果刚刚好是一千 那当然我们就没话说 那么可是我们要知道 如果我们精密的测量来说 拉紧拉松都有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定一个平均数 万一距离一千不要差太远的话 我们就收获了 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差太多的话 我们就可能就要进行退货 我们就怀疑它可能是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定一个标准 总是要定啊 定什么呢 998到1002 作为接受一千 它是μ是一千的一个范围 那么已知Sigma是十二 这是固定的 求行一误差的几率 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了解说 假设它这个μ是正确的 μ是一千 那是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不是每一块都一千哦 它是这样子的 将会形成一个常态分配 一千是我们的中心的位置 它可能会一千多一些 可能会一千少一些 998999这一类的 那么原则上 它是中心的位置 我们要求要一千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的题目是要求的范围是 如果我们抽验的结果是998到1002之间 我就相信μ是一千了 这是这样子定的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行一误差 行一误差的话呢 如果它真的送过来的这批货 是这样的形态 那就应该要收啊 为什么要这样定呢 万一我们不幸的 我们抽样的结果 落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可能呢 是有的 落在这里 有没有可能呢 也是有的 这个就称为 行一误差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不小心 就是让它冤枉了 我们退货了 它的几率 那么我们来看 x bar大于1002的几率是多少 我们把它划成的什么呢 划成的就叫做标准常态分配z 1002 我们全部都减mu x bar减掉mu除以sigma 再除以根号n 这个地方来说 sigma是12 根号n是根号36 1002减掉 这个是mu 这个mu是这样子 我们是相信它的 好 这个我们发现 上面是2 下面也是2 所以z大于1 这个的几率是多少 来我们要查 标准常态分配表 z等于1 1.0 我发现多少 0.3413 各位同学 0.3413是哪一块 是这一块 我们查的表是这一块 0.3413 那么大于1呢 在右边这一块呢 右边这一块的话呢 是0.5来扣掉它 0.5减掉 0.3413 那是多少 0.1587 这个是 这一块是 0.1587 那么这一块呢 当然也是 0.1587 这两块 就是我们冤枉它的几率 那么这两块 加起来 我们看一下是多少 0.3174 这个大不大呢 太大了 为什么呢 31.74% 我们有三成的可能性 会造成形医误差 那么 没有委托的工厂 没人敢帮我们减 就算我们送过来 也有可能会怎么样 冤枉它 所以他们绝对不敢做 那么我们的要求 怎么做呢 要求把形医误差 降低 那么形医误差 降低 那么我们就 想个办法 怎么样降低 就是 这边接受率是什么 998到1002 对不对 我们把它拉宽了 就是不是 形医误差 就会降低呢 对的 没错 那么我们来试一试 998到1002 被要求是太严苛了 那么我们就再拉开一点点 997到1003 好 我们看下一题 来 我们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跟刚才是连结的 我们为了要降低了形医误差 我们把这个接受率拉宽了 原来是998到1002 那我们把它拉宽了以后 是拉宽到997到1003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样子的改变 接受率在中间 这是拒绝率 假设这一批货是正确的 是1000 那么接受是997到1003 那么落在右边的这一部分 也是有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 那么这就是形医误差 我们看一看这个几率 我们单独的算一单边 因为这两边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算一边就好了 我们就看 X bar 大于1003的几率 这是形医误差的一半 那么我们将它化为 标准常态分配 Z 这边是1003减掉1000 1000 这是平均数 这边是Sigma除以根号N 好 那接着这个地方 我们算出来 上面是3 下面是2 所以是大于1.5 大于1.5 那么我们要查表 那么我们把表叫出来看 1.5 在这里 1.5 1.50 那就这个位置 0.4332 我们要知道这是0.4332 我们所查的表 是中心的位置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0.5 来减掉0.4332了 来我们算一下 等于0.5 减掉0.4332 那就是多少呢 0.0668 0.0668 那么这边也是0.0668 那这两个当然就要加起来 那就乘2了 所以我们的形医误差 算出来了 这个形医误差 刚才是三成多 现在这是多少 我们把这个距离啊 拉宽了以后 接受欲变大了 形医误差 怎么样了 降了 降了 虽然是降的很多 可是 其实这个形医误差 我们还是嫌太高 那么 可是这样子降的结果 其实是不是很好的 为什么不好呢 我们把接受欲 拉开了以后 形医误差 降了 可是我们要考虑到 另外一个问题 假设这批货 μ不是1000 它根本上来说 它就不是1000的情况 我们把这个接受欲 拉宽了以后 那么 它是错的 我们该拒绝 却又不拒绝的可能性 是不是大为提高 也就是说 像这样的做法 我们的β值 就是所谓的 形二误差 那就会大增了 像这种情况的话 不是很恰当 拉开了这个接受欲 这个很消极 我们有一个 比较积极的方法 能够将α值降低 β值也能降低的方法 就是用第二个方法 叫做 加大什么呢 样本数 的方法 来 我们来看看 下一个部分 现在 这个题目是 第二个方法 完全一样 最主要的是 我们抽的 样本数是多少 刚才是36 n等于36 现在我们拉高了 改为144 其实我们这个数字 是为了是 要开平方根 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就取 比较好算的数字了 那么如果 由36 拉高到144 那么 设定的平均数 是这样子 接受欲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看看 形一误差是怎么样 这个形一误差 那将会更好 我们看 这是1003 我们一样的做法 我们一样的做法 我们算 右半边 这边是大于1003的几率 这边改成了144 完全一样 144开平方根 就是12 这么就没有了 于是就变成了 Z大于3 那么Z大于3 这个的几率是多少呢 我们找出来 3.0 这边是多少 0.4987 0.4987 我们当然不能直接写 0.4987 我们要把它怎么样 0.4987是这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要用0.5来减 所以算出来的结果是 0.0013 0.0013代表的是 形一误差的一半 所以我们的α值是多少 乘2 0.0026 0.0026的话 哦 那就很低了 这个的话呢 不到一层 非常的低 这就是我们的 形一误差 形一误差 不需要怎么做呢 像这样的降低的方法 我们拉高了N了以后 α值 降低了 那么如果说 在不拉宽接受欲的范围 我们提高了N的话 形二误差 一样 它也会降 所以提高N的话呢 这件事情的话呢 是两个同降的一个方法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验收的是需要的多的样本 可能要增加了一些检验的成本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如何去降低 形一误差 α的值的方法 那么我们介绍了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叫做 加宽了接受欲 那么加宽接受欲 α值是下降 没错 可是牺牺牲了β 形二误差 β会上升 那么第二个方法 是比较积极的方法 加大样本数 如果N提高 α就会下降 β一样也会下降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增加了一些工资的成本 点冷 雾